嗨,大家好,我是Amy 这个视频主要是讲一下 关于我个人的体会 就是语言转换问题 比方说中文和英语吧 尤其是我自己的母语是中文 有一个荷兰朋友,他是在荷兰土壤图长 他的母语是荷兰语 然后他在比方说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办理由美国那边来的留学生 所以他的美式口语也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接近于那种native的那种level 他有一次也和我说过 其实他有困扰,比方说 切换他的母语就是 荷兰语和英语 尽管他两个语言,一个是他的母语,一个是近视于他的母语 他也有这种类似的烦恼 我们是在 就是我那个所谓的编程朋友班 我当时就是和 同在那个朋友班 分享一些语言的一些问题 有些朋友他无法理解 他也说 中文是你的母语 你怎么会说 你在千万成母语的时候有困难呢 我向他们解释 可是解释不通 遇到了这样一个自己 他和我说过,比方说 尤其我们在做编程训练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我们的语言环境是英语环境嘛,对吧 然后偶尔比方说有另外一个也是荷兰 他想问他一些技术问题 然后用荷兰语问 他说他都回答得很 很便宜,很难受 他习惯于讲技术 编程啊,技术相关那些问题的时候 他习惯于用英语回答 他也知道用英语怎样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而要用荷兰语的话,他就觉得很 就是他又不知道怎样来 就是用那个巨师啊什么之类的 能把那个问题给说清楚 他觉得很困难 同时他也和我说,就是他上一份 他来 这个编程培语班之前,他在上一份工作 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公司 他的专业是 商科嘛 然后他有提到过说 如果比方说是一个周末的实验 他如果是和朋友啊 是一直讲英语,讲讲讲讲,讲得很舒服 拖完星期一的时候如果要上班 上班的话就会用到一些比较所谓的大词 就是荷兰语,他不是荷兰公司嘛 所以他沟兰都是荷兰语 他说他都需要去适应一下 然后因为他说他在讲英语和荷兰语的时候 他和我有同样的一个 感 就是 感悟吧 同样的经验 就是他感觉出来就是发音那个部位 就是比方说他的发音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也分享了 我说 我讲英语的时候,我的发音是用哪个部位 然后包括那个面部肌肉啊 是带动 包括 发音的部位啊什么之类的都不一样 和我说普通话也不一样 所以我有我有这种就比方说你要切换的时候 你不你你切换是整个就是那个 面部那种语言的肌肉整个要切换过来 所以如果你说你在零几几秒切换过来,真不是一点很easy 那种task 同时呢除了这个肌肉的这个切换,还有你那个大导思维的 因为你在思考,比方说你要从荷兰语切换成英语的话 你本来是在荷兰语思考的那个模式下,你要切换成英语,还要转换那个 那个思考模式的转换 所以就是比较难 他就是给我分享这个道理,他说他特别的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我讲中文的时候和讲英语的时候会切换会有困难 是我的一些其他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中国也 以前都不是中国同事,他们就无法理解 就觉得很奇怪,你作为一个中文人你又也不怎么的 然后居然说从英语切换成中文很费劲 无法理解我 对,我就属于那种讲了中文讲时间比较长 比方说连续讲连续讲,我就忘记了怎么讲英语 我要给我几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一到两天的时间我才都转换过来 真是说真的 当然说一些小词,比方说我讲中文讲代理 我说一些非常简单的英语小词 什么个money早好 我还能说 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我脑子也转不过来 并且我那个发音味道都是非常非常浓重的 甚至都带上我自己的家乡味道 对的是这样的 我还一说到这就反过来也是 有一次我真是被自己惊讶到 就是我当时在一个就那个荷兰IT公司工作 当时我是唯一一个中文人嘛 所以没有 不像以前杜博士的时候有很多中国同事 有说 你听到或者是你讲的都会有中文嘛 多少都会有中文 而我在那个IT环境 就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中文 包括 我回家也基本上很少和就是我有同事有是中国人 但是很少 很少聊天 就我一直在 工作上面 因为工作话 废话比较多 对我我其实比较外向 我在工作中 就是我除了coding 我我讲很多话 因为荷兰都也比较活跃 所以我个人其实也比较活跃 话比较多的一个人 所以一天下来就讲讲讲讲英语讲英 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回到家就是大概七八点 回到家然后煮我的晚餐 当时我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室友 我当时他是刚毕业嘛 然后好像也是在忙找工作 他又问我他说你现在工作 好像就是我们一个小聊聊话 但是平时是很少聊天的 因为基本上就不认识吧 当时 当时 当时在 当时他在说的时候我都发现 我怎么讲中文讲不出来了 就是我发音的味道 就是那个 就那个 平声调 就是发不出来了 就像一个 老外在刚学中文一样 当时我说完之后我都被自己惊讶掉了 然后他倒有点惊讶 他说 然后他都比较好奇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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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讲中文吗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到我的整个这个面部的一块肌肉 是那个位置 是在英语的点 然后回不到中文 然后我就不断 就是捏我的面部肌肉 捏捏捏捏捏捏捏 大概真的捏到有15秒的时间 真的15秒的时间 或者是20秒的时间 捏捏捏他慢慢慢慢 哦 转到中文 然后那个说出来中文一听就是个中文讲了 不是真的 发生也没有多少次 我觉得那几次 尤其是我 长时间 比方说两个几天一直在讲英语 一直在讲英语 突然一下子讲中文 我那个面目肌肉真的就回不过来 但是现在真的反过来了 现在我基本上讲英语的时候就讲不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有英语视频基本上就没敢做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讲英语我自己都完全听不懂了 因为本来我的英语也不怎么好 现在就是越来越糟糕 对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 我很少产出我的英语视频了 但是从下个礼拜我就开始要过渡到了 我会给自己一个礼拜的时间过渡一下 酝酿一下 当我回国的时候 我说我找工作 我和我就是和我和我妈讲 然后我说 就是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 有些什么工作语言 他们问一些问题 我基本上听不懂 或者是我我能听懂 勉强听得懂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说过 我如果不回国工作的话 我都不知道 代码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经常讲代码代码 我只知道code 我不知道代码 我以为代码是什么 间谍 代号 我只听说过代号 因为在我的 出国之前的记忆中 我看过很多的谍战片 我一听代码 就想到那种谍战嘛 写的 叫代码代号 暗号一样 所以 面试他老是提代码代码 我一直在想 什么什么代码 就一直都听不懂 所以但是他们是平凡中的一个词 我完全听不懂 还有什么 页面渲染 什么渲染 完全听不懂 因为渲染这个中文这个词 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词 就完全听不懂 我也找不到对应的英文 我都不知道对应的英文 到底是哪个单词 完了之后 如果不找对应的英语 只是单纯理解这个中文渲染 渲染什么意思 染布吗 就是就是完全听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面试的时候 是 应该说 就是 很糟糕 一塌糊涂 然后我 我这时候找这个工作 只能说我 现在工作的那个面试官 就是巧了 他中文英文都很棒 所以我讲英语的时候 他完全 hold住 他完全OK 对我的回答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 真的很谢谢他 尤其是作为一个 中国的IT公司 不是中国 就是位于中国的IT公司 所有同事都中国人的情况下 然后到他那个什么 技术论语都表达不出来 很感激他 还是说声谢谢 不仅这个就是我还有一个一个一个 现在有个同事他有事 就刚来公司没多久的时候和我和我聊天 我就和他分享了 我说 当时面试的时候 因为他也是一个面试官 我说我是真的 不知道中文怎么回答 然后他就很好奇说 你又你难道是从小就出国了吗 你也不是从小出国 你为什么听不懂中文 就是我真的想事多和他解释 但是我觉得他就 他就是无法理解我的那个解释 但是我现在就做一个就是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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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比吧 比方说 我在大学我在国内是学了医学 我不是在国外学的 我是在大学 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国内读的那个医学专业 所以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中文 等我高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在读博士的时候 有时候和我教授在聊 聊一个比方说 其实都不是多么复杂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病名 他用英语 我完全没听懂讲什么东西 然后呢教授都不要怀疑 你是学医的吗 你不是学临床医学的吗 你那么连这个病的一个症状 然后英语解释你都不懂 我当时就说 不是我不懂 我说 我只懂中文 我不懂英语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对医学相关的东西 就有些比较专业的医学术语 或者医学病症 什么诊断 治疗 什么之类的 我只知道用中文怎么解释 只知道用中文说 哪怕你现在给我一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每个单词都我标好英语单词我标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把他连这句 怎么把那个感情 把那个就是医学专业的那种 professional的那种感情就巨的给他顺出来 用英语表达出来 我只习惯用中文说 包括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习惯用 就是如果表达医学相关的东西 我只习惯用中文 用英语我感觉就是简直一个词一个词都往外步 就简直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这是真的 所以 所以反过来我说我学那个IT 因为我是在英语的环境中学 我完全是没有中文的环境 包括是我在学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同样没学过 我也没学过什么 那个什么所谓的代码 我没学过 就是完全就 几乎完全没学过 所以现在我说 就有些技术中语 不知道中文怎么转 再加上 中文真的 不知道中文怎么转 再加上中文真的好复杂 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真的听不懂 我不是函数我听不懂 而是我顿音不了 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然后更别说很复杂的 网络中语 就完全完全听不懂 有些同事和我了解 讨论技术中语 他们 说在语速在比较快 在讲一堆的 我玩 都是技术中语 我完全听不懂 还有什么日志 我在说 为什么我们要记日志 我有航海原样记日志 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log 我就是真的 词物量太窄了 我做这个视频 其实真的是 出自于个人 就是懒惰 因为真的就是 太多次了被这么 然后就觉得 是不是我比较什么 矫情还是比较壮还是比较 我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是这就是事实 我也做了很好的类比 我也解释了 我也向大家分享 包括 我只想说那些就是 没有语言烦恼的 尤其是我现在的一些同事 很 怀疑我这种所谓的烦恼 他们是真的强 就中英切换 他们确实强 我无话可说 他们真的就是有实力 就是 和美国同事聊天 或和什么聊天 一会讲主委 一会讲主委 就是简直切换 0.001秒 真的他们并且切换 就是那种 都是那种正常的那种状态 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不舒服 就是我真的 只能说 我在这个公司太刺了 我感觉涉入不了这个公司的 技术方面 我觉得我也差很多 然后工作经验也不足 工作任务做的又慢 语言也不行 也无法承认双语环境 就是他们对又中文又语 双语言要求真的有点 有时候还是蛮崩溃的 但是呢 我现在就想着 就把那个主委力集中在 学技术上面 因为技术上面我在学习的时候 是整个就一个单一的语言环境 让我更加专注 而不是两个语言环境 两个语言环境 真的我会打架 我完全无法专注的 谢谢观看